字幕 字幕 李宗盛 Hello 我是Kolly 今次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怎样做到一个充满冬天的风格 其实呢 跟我上次分享的 做波波反夹的 步骤 有90%是上次 而是同一个想法 我之前都会在不同的网站 不同的blog IG Online Shop Online Shop 还有淘宝 都有见过 不少卖或是share 或是用这款 phone case 所以呢 我看到他们卖的价钱 又不是很便宜 即是不便宜 所以我就觉得不如自己做吧 又可以享受到这个 製作的过程 那我讲的case就是 這些 充满 充满 一个很凉的感觉 的 波波 case 那我呢 最近真的很喜欢粉红色 紫色 一直都很喜欢白色 和灰色 那我另外呢 还配上了一个 米色的 那我呢 就用了这几点色 配上了一个 大小波波都有的 波波 波波 case 波波 充满波波的phone case 所以呢 这个同样地都是很简单的 那我们就可以 开始製作的了 需要预备的材料呢 就是有 膠水 波波和phone case 就可以了 保险少少的话 可以预先量一量的位置 接着就可以开始黏的了 那就是逐个逐个 很简单的黏上去 phone case 上面呢 就没问题了 同样地呢 最后用手 按一按住它就搞定 又到了这个小提示的时间了 那其实呢 你呢 注意到在电话周围的波波呢 最好选择小一点的 因为呢 你拍照的时候呢 怕大的波波会遮住 如果再保险一点 你可以开着相机的功能 然后开着它 然后就 看着 可以量度对的位置 让波波不要阻止到镜头 就没问题了 那 如果你用这个方法 就是量度对的位置的话 那其实大波波小波波都 没问题的 对 对 不过呢 其实都看到呢 这个 case 是 是比电话更厚的 所以其实放在这里 是会很高的 哈哈 不过我觉得冬天用 都可以 一拿出来 是很有这个话题的 但是 我有些朋友 他们有些密集恐惧症 就会觉得 就这样了 但我自己也有的 不过是对于一些很规律的 黏在一起的 我就很害怕 但是 这些大大小小的 这款呢 我就没那么害怕 对了 那希望大家也不会嫌我 今次的share有点满 那我们 下次再见了 拜拜